广袤未知的自然 人类是渺小的存在 对它的每一次探知 都是对自然的前身滋味 寻求一种身处自然之间的生活和谐 我们无鲁恒的罗盘 从雍正元年一直到今天这300年来 一直都是专业市场的第一选择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地向 通过罗盘辨别这种关系 它的水 日照 房屋居住的布局的位置 周边的环境 是否能够吻合 比如说住在这房子里面的人会出现腰腿疼痛 实际上它这个风 比较容易从大门挂进来 罗盘是一个测量的工具 它把门线各个方面给你调整以后 它风在吹进来的时候 它变弱了呀 对身体来讲没那么影响那么大了呢 真正的风水 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人去不断的总结 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规律 将这些理论体系 用文字和符号的方式 表现在罗盘上 不就是大数据概率学吗 一面罗盘的制作 需要经过七大工序 选料 车盘 分隔 清盘 写盘 留货 安装持针 实际上每一个工序下面 又分了很多的小工序 真正算起来的一个罗盘制作起来 从一块木板做成一个成品的话 要几十上百道工序 整个周期要将近三个月 我们讲罗盘插一线 富贵看不见 核心的话 主要是指针 是通过祖传的天然磁隕石进次化 是第二代吴航辉手上 是无意当中 得到了这么一块隕石 发现它能磁化指针 因为它磁化的指针 灵敏度 稳定性要好很多 持久性要长很久 现在的话也是我们的正殿之宝 配件的敲字 我们叫同帽 完成的罗盘扇 你是看不见这个配件的 主要靠的不是眼睛 通过敲的这个过程 我们听它的震动的声音 来分辨它里面这种追度 角度达到什么样子 就是靠自己的感觉 指针本身它是不会进行指南的 这个配件实际上是直接决定了 整个指针 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的整个旋转的这种灵活度 真正把这个罗盘制作当做一个职业的话 是在退伍以后 20岁的时候 我父亲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是很委婉地说 就是年龄大了 有时候力不从心 这句话我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家族留下来的老的照片 包括还有巴拉玛获奖的这种证书 这些东西我父亲一直保存得很好 两头一定要不要出那个酸线 一定要压到酸线里面 几头的地方一定要不要出头了 传统的行业想传承 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它 像现在的话 旁边达了将近20遍的油漆 还有水沙打磨 并不是因为我想把它做得很漂亮 我们以前用那种铜油 它罗盘表面 用个20年30年 它就磨损了 有的字就不清晰了 我们现在通过油漆以后 就是希望它这个磨损时间 可以更长 比如说50年100年 它都磨不掉这个字 2006年提出飞移 社会的认知度都会比较好 每年的几万人怎么接待 通过看制作工艺 看流程 不断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 罗金文化 但是我心里面是很清楚的 包括我们今天 传统工艺的这种传承 不光是罗盘 所有的这种传统工艺 非遗的这些制作记忆类的 那么都一样 它需要有一个执着的心 不断地去为了一个目标 为了打到把东西做得更加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感谢观看